1、2、1、2、1、2 頂著豔陽也要來採玉米 因為一根只有5塊錢 民眾直呼真的是賺到了 他帶起來 因為他這個一歲五塊 很少耶 很少啊 對啊 你像一般人在賣 都差不多一百塊 七歲 八歲 其實這四分地的玉米田 才剛成熟 偏偏賣相差 價格不好 農友乾脆開放民眾自採 多少補貼成本 只是一根玉米5塊錢 破盤價也讓新市區農會很緊張 這個是農民的個案 昨天的甜玉米售價 一公斤50幾塊錢 糯玉米的部分 現在是都有大概 20到30之間的價位 其實根據農產運銷統計顯示 白糯玉米去年7月 每公斤平均交易價格 還有15.4元 今年卻暴跌到5.3元 或許高溫與少 影響產量 影響結果率都有關係 農業局還是呼籲農友 要按時令分散種植 降低風險 才能確保收益 環宇新聞陳妍外皇陪函 台南報導 六議員